哈喽,大家好,欢迎来到骑士爸爸,我是西西 你们知道这边骑士来自哪里? 不知道耶,不好意思,这个可能不行 因为我们那个党 遇到共产党员,我不觉得他们不知道 OK,阿邦陀佛,你呢? Bandera,Mannata 谁不认识呢? Tabernateng哦? Tabernateng哦? 中华民国 咦,答对了? Bandera,Dai Lang song,Tabernateng哦? Tabernateng哦? 讲话语啊 你知道这边是哪里? Taiwan? 没有 你不知道吗? 有没有看过 有没有,但我忘了 这边不是韩国 但它近了韩国 是的,它近了韩国 Nipan? Taiwan 国际 什么国际有国际? 可能台湾是吧 台湾或者北韩 其实这边是国际中国 是什么不同的中国? 是的,我们知道 这边是国际中国 这边是百年代 这边只有七十年代 好的 这边是原本 好的 这边是共产党 好的 所以你现在知道什么是不同的啊? 但现在他们称为台湾 哦,这真的是台湾吗? 是的,这边是台湾的国际 在台湾 因为他们在战 他们在战争 然后就失去台湾 所以这边是原本 你不知道? 这个我不知道 你没有读历史吗? 历史很少 所以 Sayu 在两个月之前 我从大陆到了巴尼去看奥运会 当时在塞兰上 有一个女生举着台湾驾驳的旅測 被抢走了 所以当时 这件事发生的时候 你是觉得谁有问题呢? 抢国旗的事情? 不管怎么样表达自己的立场 做出抢别人的东西 这种事情就是不好 这个是中国 这个是共产党 这个是共产党 好的 现在还有一个 还有一个 但是在台湾 接下来的10月10号是中华民国113岁的生日 那可以祝中华民国生日快乐 祝大家双世界快乐 祝中华民国 祝中华民国 台湾 双世界快乐 这是一位马来西亚的歌手 在吉隆坡做的一个随机的街头采访 看完了 我确实也不知道 那个俄罗斯小姐姐 为什么不可以说这个话 但是笑死了 一开头的那个共产党员 如果他们真的不知道的话 他们到底为什么要说 我们是党员 所以这个采访不可以呢 就是你要知道这个是什么 你才会说这个采访不可以吧 不然肯定是先问这个什么棋 所以此地无音三百两 还蛮好笑的 之后呢 再碰到那个中国人 他就可以很好的回答了这个问题 其实如果你去中国街头采访的话 可能也会有相当一部分人群 是不知道青天白日满地红棋的 毕竟这个棋在中国 它是一个被屏蔽的状态 就是你所有的输入法都打不出来 就算你本身有的 就是被发出来 他们查看了 也是显示不出来的状态 国产手机就算了 中国版的苹果也是不行的 电脑也不行 但是一个存在相册里 所以这个目前应该还是管理不到 但这其实就导致了一个问题 就是最近有一个网友 他想要在淘宝上定制一个 应该是手机壳的一个东西 反正就是定制图案的 然后他发送了 就是青天白日满地红的棋 结果他能发 可对面实际上是接收不到的 就导致出了乌龙 给他做了一个其他图案的东西 引发了这位网友发出了难以置信的疑问 对爱的棋什么时候是违规图了 事实上早就是了 那朋友们你们看 就连这么简单的一个问题 都会有这么多人都不知道 就是不知道青天白日满地红的棋 在中国是被屏蔽的状态 所以大家能够明白信息垄断的可怕吗 就是中共把它默默的屏蔽掉了 然后中国人是根本接触不到这东西的 他也就根本不知道有多少东西是被屏蔽掉了 你看这是一个中共不提不说不看 不写封闭起来的一个绝妙的好处 像是之前马云最意气风发的时候 他有讲过一段话 北京的雾霾我特别高兴 我从来没那么高兴过 因为北京以往我们呼吁水 呼吁空气 呼吁这一切食品安全的时候 并没有人多少相信 因为特权阶级 他们有自己特供的水 特供的食物 这次雾霾 他们没办法有特供的空气了 这次我相信 北京各个部委 包括中南海在内 呼吸的空气跟我们是一样的 他们回到家 同样会面临到老婆孩子的指责 我们需要考虑的是 什么样的行动 我们相信 十年以后 中国三大癌症 将困扰着每一个家庭 肝癌 肺癌 胃癌 肝癌 很多可能是因为水 肺癌是因为我们的空气 胃癌 是我们的食物 有多少人 三十年以前 有多少人知道 我们边上谁谁谁有癌症 那时候癌症是个西游的名字 今天在座 你有谁可以举手告诉我 你边上没有朋友有过癌症 你边上没有亲戚有过癌症 你的同事没有过癌症 我们今天觉得癌症好像变成了一种常态 很多人问我什么东西让你睡不着觉 我阿里巴巴淘宝从来没让我睡不着觉 让我睡不着觉的是 我们的水不能喝了 我们的食品 不能吃了 我们的孩子不能喝牛奶 这是我真睡不着觉 我们那么努力 主持人刚才说很圆润 其实我很辛苦 当年我很圆润 十年中国的创意把我变成了这个样子 但是这个样子 并不让我担心 担心的是我们这么辛苦 最后我们所有挣的钱买的是医药费 在飞机上我跟郭广商讲 中国的医药费 中国的药卖的越多 不是一件好事情 我希望中国的药卖的少一点 中国的人真正健康一点 所以大家想过没有 汶川地震八万四千人死掉 引起世界震动 中国震动 每天死掉的癌症 每天得癌症的人有多少 我们从来没去想过这个 所以有人说 你最希望的理想是什么 我其实理想很简单 我希望二十年以后的 中国的天是蓝的 水是清的 我们的空气是可以呼吸的 最近大家问 你的幸福感是什么 有幸福感吗 什么是最基本的幸福感 就是沐浴阳光 沐浴阳光三点水的沐 就是要有水 要有沐 沐三点水一个谷 要有食品 阳光 这是人类最基本的幸福感 不管你挣多少钱 你想受不到沐浴阳光的时候 其实是很大的悲哀 今天北京 我在微博上看见 这个老潘啊 任志强啊 经常在说 哎呀 今天北京这天气多么蓝 好像发了年终奖似的 这个本来就是可以 属于我们的权利 今天变成那种惊喜 这是让我们最担心 这也是我觉得 未来我们最大的希望 和希望能够改变 当时呢 他还可以出来讲话 或者说马云还敢出来说话 甚至他可以公开讲特共 讲特权阶级 他说这些问题 其实到了今天 依然没有任何的涨进 没有任何的改变 像特权和特共 依然都存在着 雾霾呢确实引起了中共政府的一些注意啊 但是很多朋友可能不知道中国的雾霾是为什么造成的 中共政府宣传的那些点全部都是不对的啊 并不是什么燃油车的问题 更不是中国发展太快的问题 雾霾真正的原因是 因为中国为了制造低成本的商品 所以所有的工厂都不舍得安装巨贵的过滤设备 朋友们可能不知道啊 不只是化工厂 基本上所有的这种工厂 都是要安装他们相应的那个过滤设备的 不然对那个空气啊 包括水源都会有一定的污染 而那种过滤设备非常非常贵 特别是大工厂 所以小的可能都要上百万 大的可能上千万也是有的 就一整套 而且呢里面的这种滤芯 跟我们平时用的那种空气硬化器的滤芯是不一样的 他们非常的贵 而且还要经常性的更换 只有这样排放出去的空气啊 或者是那个水才会是安全的干净的 如果中国的工厂都按照严格的要求 安装了这些设备的话 那么中国是不可能有这样严重的空气问题的 工厂再多一倍也不会有这样的空气问题 雾霾基本上是不会有的 工业化和高速发展不是雾霾的原因 净化不达标才是问题 那为什么会这样呢 其实就是因为成本的问题 像国外的商品它为什么价格那么高 因为人工贵 但是也因为这些各种各样的标准 各种各样的成本 他们是必须达标的 不停的有检查吗 中国为什么会商品的价格如此地低廉 一方面是质量要求本来就很低 因为有很多儿童玩具它都假圈超标 你都不敢去想其他的那些质量是怎么样的 但是中国人只在乎价格 并且中国向世界输出的商品 就是为了打这个价格的战 那国外的人他们可能习惯了质量 就是物品的质量是检验合格的 所以就容易上这个档 还有一方面就是政府对这个环境的破坏 就是工厂对于环境的破坏 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状态 有人计算过 按照现在中国大部分工厂的商品的价格 如果全部都按照标准要求 最低标准 要求他们装那个净化设备的话 那可能80%以上的工厂是要破产的 所以如果说中国想要去保留住环境的话 那么就不能再以这么低廉的价格的商品 在世界上占据优势了 所以中共它为了赚钱 为了占据这个地位 它为了实现所谓的经济奇迹和建造奇迹 那么它不只是不拿中国人当人 它拿中国人当牛马使用 实际上它也是在拿那片土地的自然环境来做代价的 而自然环境自然资源 其实都是归在那片土地上出生的人共同拥有的 那现在倒好 大家都一起被中国共产党给牺牲掉了 就为了中南海那群人能够享受荣华富贵和至高权利 不过到了这个时候 基本上其实已经是习近平一个人的家产了 不管是人还是物 都是他一个人的 所以事实上 习近平已经成为有史以来最有钱最有权利的人了 只不过呢 因为他个人的原因 他现在其实正在带着这一切走向毁灭 不过哪怕只是短暂拥有 习近平可能自己也很满足很快乐 反正人家享受上了到时候死就一起死呗 而现在的马云呢 已经彻底被铁拳了 这就是所谓的资本家 中国一直骂资本家 在权力面前啥也不是 人类只要有政治存在着 作为我们普通人 我们要警惕的从来都不会是钱 一定是权 因为在权力面前 钱真的什么都不是 总有人觉得当官的 要听那些大资本家的 被大资本家就是 像那个牵线木偶一样 踢路来踢路去的 很多电视剧在演啊 就中国的电视剧 非常离谱 因为他们不敢拍真的 或者说编剧可能也不知道什么是真的情况 真相就是 不管你一个人在中国威望有多大 钱你能赚多少 你企业的影响力能有多可怕 都没有用 如日中天的马云 你掌握着阿里巴巴支付宝淘宝等等 又有什么用 特别是支付宝 什么概念啊 但是没有任何作用 他说让你退出这个舞台 就得立刻退出这个舞台 钱在权面前真的什么都不是 所以小狠红们整天的骂资本 资本其实跟你一样的 都是韭菜而已 对中共来说 只不过呢 一个是长得比较大的韭菜 一个呢就小了点 好了以上呢就是本期的全部内容 如果想要支持我的话 请加入会员频道 如果有问题想要问我的话 也请加入会员频道 加入之后呢 会看到会员专属的最新的 收集问题的贴文 然后直接在下方留言就可以了 除了安全考虑 个人隐私相关的问题 可能会斟酌的选择回答 但其他所有问题 基本上全部都会一一认真做答 谢谢大家一直以来的支持 我们下期再见